其實接下來兩年大家都不應該做出金或套典的動作 放在銀行只會有1%的利息 或者都沒有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奧 今天是2020年8月14日星期五 通常我只會在星期二跟大家每個星期講講加密貨幣或比特幣 但是因為太多東西想講 由今天開始每個星期二、五都會跟大家講講比特幣或加密貨幣 我覺得加推星期五這個節目是很正確的 因為太多題目想講 我想講Define 我想講我喜歡的Allcoins 我想講我對市場的看法 我想講再講多一點Debit Card 太多太多東西想跟大家講 因為 幣圈實在變化很快 前兩天已經發生了很多事 今天的主題想主要跟大家講講如何出金 上個星期講完如何入金之後 即是如何提宴 在講閉價之前都想分享一些感受 每一次看到大家的留言 或者大家的like都會很開心 大家有問題儘管在下面問我 就算是一些你覺得很低B的問題 那些問題正正可能就是很多人想知道的問題 我心裏面還有很多事想做 我想出衣服、出帽子 WhatsApp Group、Telegram Group 甚至乎想製造一個實戰倉 之前那條回顧片都講過 今個月的目標是所有事都Alltime High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今個月就可以衝過1000個subscribers 這個數 很簡單 大家每人在Facebook幫我share一次就夠了 謝謝 不阻礙大家時間 馬上講講講幣價 先看看 好來回Trading View這裡 看到這個是比特幣的現價 11,746美元 好像跟星期二的時候一模一樣 我記得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星期二的幣價是11,730 現在是差不多一模一樣 11,746 你看到比特幣的幣價都是在區間 即是這兩條紅色軀線震盪 在儲力爆上去 另外也是沿著這條紫色線繼續向上 短期來說 我就沒有特別的事想說 因為上個星期我們已經宣佈了牛市開始了 都是那句 慢慢儲存 或者你買入一顆 放一兩年 你絕對不會後悔 除了比特幣之外 我想講講ETH ETH方面 昨晚因為一個消息 就是有人發佈了 這個CRV 的一個新的Token 一個ETH的Token 所以令到 ETH的幣價 突然間上升了10% 最高達到 430% 而神奇地 又是那句 這條線不是現在才畫下去 如果大家有看上次講ETH的時候 這條線一早就在了 都是在這條線紮幅上落 這兩條紅色線真的新畫上去 因為想讓大家看到上方的阻力 如果可以突破這條黃色線 我相信下一個阻力 就會是440%和480%之間 ETH跟最近火熱的DeFi 即是Decentralized Finance 有很大的關係 相信 下個星期我會簡單地介紹一下 甚麼是DeFi 除了BTC ETH兩大的加密貨幣之外 今個星期值得留意的 Occons 有Trainlink 仍然都是 剛才說的CRV 以及SNX 有機會會詳細和大家說說 Occons這方面的問題 進入今天的主題 就是套現或者出金 上個星期跟大家說過 入錢主要的方法 是有現金 信用卡 以及銀行轉賬的 出金方面 今天想分兩個方向跟大家說 一方面 就是5萬元以上港幣 或者5萬元以下港幣 大家可以有甚麼方法做 到最後 都會跟大家 像上個星期那樣 示範一下 其中一個出金的方法 好了 第一件事 想跟大家說說 5萬元以上的經驗 我記得大約一兩年前 我接觸了加密貨幣 不太長時間的時候 一開始我用這個網站 叫做eToron eToron是一間很大的英國公司 它有很多不同的CFD產品 甚麼是CFD產品 就是一些根據不同產品 去追蹤指數的一些商品 都是明白 不要緊 看回我之前的影片就會明白 它製造的產品 不單是加密貨幣 有股票 商品 貴金屬 很多不同的東西都有 還有它是一個 社交媒體平台 都頗特別的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如果大家平時有看英超的話 都會經常看到它的廣告 旁邊的廣告牌 我想說的是 以前我用這個平台 去做出金的 有一段時間 但主要可以用這個 Wild Transfer 即是電匯 Paypal 但是這些Wild Transfer 或者Paypal的方法 我認為 都是比較適合一些高金額的過數去做 因為 如果太少的話 那個手續費或者匯率 已經很不值 而本地 在這一刻 我仍然認為 Tidybit 是本地 出金入金比較方便的 一間交易所 尤其是 如果你是用現金的話 我們看看這裡的 收費 最少轉出的金額 是100元港幣 最高 20萬港幣 而手續費方面 就是 現金和銀行都一樣 100加0.175%的手續費 為甚麼說多過50元才好用這個方法呢 因為你看到 最少轉出金額是100元 如果你提100元的話 我都不知道怎樣計算 100元加0.175% 即是要盜竊 還有看回比例的話 如果你的數位太低的話 這個方法都不是太划算 Tidybit來說 我之前的經驗 都是轉出到銀行 如果你說你早上要拿錢的話 通常有機會 晚上都會拿到的 在說50萬元以下提款之前 都想跟大家講到一件事 剛才忘記了說 就是剛才 Etoon 其實都可以用一個 Credit Card 去做一個提款 他們會以一個 相互退數的方式 退錢到你的信用卡 這個方法 有一個很大的 不好處 就是 你的信用卡公司 很大機會 會在你的信用卡 扣取相關的積分 即是說 一萬元來講 如果你用Credit Card 這個方法 退回一萬元的話 他會在你的信用卡 扣一萬元即分 再簡單來講 即是說 你信用卡的分數 有機會會負 大家留意 50萬元以下 主要 我都是推介大家 用OTC 即是之前說過的 Over the Counter 場外交易 大家可以去一些 找換店 例如之前提過的 Congaroo 去比較匯率 然後做這個 OTC 或者再簡單一點 就是今天想和大家示範的 這個 上次用的 Bilance 不過這次 我們不是做買家 這次我們做賣家 即刻試試 也是 打開 Bilance App 然後 Log in 看到 這裡有個 P2P P2P 如果上個星期有看片的話 都知道我上個星期 買了100多元 這個USDT 今天就試試買出去 這次我們是 Sell 你看到上個星期 我們買的時候 是7.77 現在買的是7.82 所以說這個價 是比較浮動的 大家也要留意這一點 我們試試Sell 看到這個 7.79 7.78 我們試試這個12兆 之前你就應該在App 進入了你的存款的方法 什麼轉數快 銀行過數 這些就應該入定下去 這裏就賣掉 128.7 這樣 Sell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上個星期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如果你買的時候 你就要去做 15分鐘之內 你就要去做一個 過數的動作 然後 確認 你給了 現在正正調轉了 你就等對方 過了錢給你 你確認 你收到 你才放幣 OK 這裏有個聊天的功能 可以跟他做聯絡 有什麼問題的話 現在就等了 十多分鐘之內 他應該會入到錢給我 遲些可能我都會做一集 說說如何用這個OTC賺錢 其實現在這樣的動作 其實都在賺錢 因為 上個星期 我是用7.77 來 購買的 現在7.79買出去 其實是賺了 好了似乎這個買家就入了錢 大家可以去檢查一下 看到了 剛剛他入了102.57 我就可以回到Bilance Bilance這裏 Bilance這裏 這裏就看到了 收到錢之後 我就可以release confirm我真的收到錢 我就要入Google的code 驗證碼 Submit 這樣就完成了整個交易 基本上跟上星期做的事 一模一樣 不過就是調轉了身份 這個方法 對於50元以下的交易 都是非常安全 和快捷的一個方法 大概10分鐘 15分鐘之內 就可以透露了 最後 都跟大家說說 關於出金 或者套現方面 我的看法 其實 未來這一兩年 大家都不應該 去做出金 或者套現的動作 未來 加密貨幣市場 只會越來越方便 越來越進入 大家的生活 如果大家只是想用 大家的資產 或者財產 去消費的話 這些debit card 絕對是足夠有餘的 接下來 只會越來越方便 再者 這些錢 如果你不是等著 開飯的話 有什麼好得 放在Celsius 或者BlockFi 這些地方 去收息 放在銀行 只會有1%的利息 或者都沒有 你放在Celsius 或者BlockFi 以USDT 即是美金 你會收到 高達11% 左右的利息 你問我的話 我完全想不到 什麼原因 去做套現 或者出金 這個動作 好了 今天的介紹就來到這裡 這個月 上不上到1000訂閱 就靠大家了 喜歡的話 like share comment 拜拜 拜拜